6月16日,国台办举行例行发布会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 对于很多台湾民众表达希望能到大陆接种疫苗的需求和心愿 我们十分理解,愿意尽最大努力提供帮助 近日,岛内疫情持续蔓延 确诊患者死亡率超过3%高于全球平均值 台湾岛内一些政党、县市、团体和人士不断呼吁开放引进大陆疫苗 但民进党当局依然拒绝引进大陆疫苗 马晓光指出,是人的生命重要,还是政治算计重要 这在民进党当局的一念之间 只有尽早接种上安全高效,数量充足的疫苗 才能早日建立起岛内民众的免疫屏障 那么岛内最新的民调显示 63%的民众赞成通过大陆代理商来采购BNT疫苗 所以是人的生命重要,还是政治算计重要 我想民进党应该是在民进党的一念之间 对于现在越来越多台胞希望来大陆接种疫苗 马晓光表示,只要符合接种条件 可按有关政策在大陆接种疫苗 很多岛内民众表达了希望能到大陆来施打疫苗的需求和心愿 我们对此十分理解 表示愿意尽最大努力来提供帮助 对于搭乘民航客运航班来大陆的台胞 只要符合接种条件 可以在严格执行入境防御规定 包括登机前和登机后 自愿和执行同意的前提项 按有关政策在大陆接种疫苗 有人提出台胞入境可否不隔离 直接接种疫苗 或以包机组团方式来大陆接种疫苗 马晓光表示,这很难避免出现感染病例 因按有关政策把好事办好 当前核酸检测和隔离 是各个国家和地区通用的 基本的防控策略 旨在筛除感染病例 阻断病毒的传播 如果漏掉哪怕一个感染病例 或者是密接者 你们都会造成双方防疫的破口 不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 所以还是按照大陆的有关政策办 尽管可能会增加一些时间和成本 但会把好事办好 马晓光介绍 今年4月中旬以来 按照同等待遇原则 各地陆续启动在大陆居住台胞疫苗接种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5月31日 已有6.2万在大陆台胞 在自愿和知情同意前提下 按有关政策接种疫苗 积极报名登记接种充分说明 广大台胞对大陆疫苗安全性 有效性的信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